超马当中呢 二水 是名气相当小的 那么也是登任的 难度很高的 一个比赛 那么这一次呢 今年我想我们也真正 体验到了这个 何谓艰难的二水 温度非常高 那么 五十多度 那么还有 差不多三十公里的上坡路 也有 沙沉 跨很大的风 那第一天是最艰难的 那么还好第二天呢 出了澎谷之后呢 就没有那么热了 不过 我猜想可能今年的 那个退塞率 会比较好 完成力会比较低 不过我还不知道这个统计是怎么样 我今年的 这个状况呢 可能会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完成 是一百分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